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氣溫 氣溫等於25度C 一個火車以速率15公尺每秒前進 當起鳴底的時候開始加速 只要加速度A好了 以等加速度A的話前進 這個時候前方368公尺的地方有個山洞 若火車司機鳴底經過兩秒聽到回聲 經過兩秒以後火車跑到這裡 剛好聲音跑到這裡讓他聽到 那麼他問加速度等於多少 這怎麼做 這個兩秒內的話我們假設 這個火車跑到這裡來 這個距離叫X 這個距離等於多少 就等於368 368-X 跑到這裡 火車跑到這裡的時候 聲音是這樣 過去再回來 他就聽到回聲了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聲速 升速了 升速等於多少 升速是331 加上0.6T 跑T是25度 所以是331 加上0.6 乘以25 0.6乘以25 等於346 再把它算一下 331 加多少 0.6乘以25 0.6乘以25 等於346 升速是346 好 那這個火車從這裡 跑到這裡來 跑多少距離 X 就等於 0.6乘以25 2-10 右-10 T是2秒 2秒聽到回聲 2-10 右-10 右-10 8-10 15 T是2秒 反而從這裡 跑到這裡來的話 多少距離呢?就是 368 加上這段距離 368 減X 這是聲種的距離 聲數是 346 乘以陽明 好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 X 算出來 X 等於多少呢? X 只有兩倍的 368 減掉 346 一減就是 22 所以是 44 44 我把它帶回去 這是 44 那我就可以求 A 啦 2 約掉 然後再可以約掉 2 212 212 22 等 4 2 等 4 所以我就想著 A 等多少呢? 等於 22 等於 15 7 啦 7公尺 每秒每秒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要選 B